休旅車駕駛和機車騎士 直接把氣機車停在台南民生路上 不止互嗆 雙方吵到扭打 駕駛直接把機車騎士壓在地上 直擊民眾擔心一發不可收拾 拍下影片存證 警方貨報到場 駕駛和騎士 當著警方的面 火氣還是很大 8月29號晚上8點半左右 汽機車行駛在台南民生路 休旅車要切入內側車道 認為遭機車擋路 執行來到民生路西門路口左右 機車騎士疑似不滿 遭到B車靠近休旅車後 折了車輛後照鏡 駕駛下車 雙方大吵開打 本分局對於雙方在道路上 肢體衝突行為 以以社會秩序為務法送辦 令華南駕車行駛途中 驟然停車 本分局另一道路交通管理 煮罰條例舉發 行車糾紛鬧到警方到場 機車騎士和駕駛 不只涉及違反社違法 駕駛把車子停在路中間 影響交通 再收警方罰單 三地區的網上 有用逾文談談報道 有用逾文談判 有用逾文談判 停車